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徐医师 静脉曲张的病人大约占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是很普遍的疾病 以主干型静脉曲张来说 也就是大眼静脉和小眼静脉所造成的静脉曲张 从过去传统的结扎抽出手术 到最近20年的微创静脉腔内热壁盒手术 包含微创雷射手术和微创射频手术 都具有很好的疗效 也是静脉曲张的主要治疗方式 而现在的治疗还多了另外一种选择 万能胶静脉腔内壁盒素 在2011年万能胶静脉腔内壁盒素开始发展 万能胶是一种化学药剂 具有高粘稠度快速聚合凝固的特性 所以在处理硬变的血管时 比一般硬化剂更能精准的定位 在2015年美国FDA批准使用之后 这几年有许多研究论文发表 显示万能胶的壁盒效果 和利用镭射或射频所产生的热壁盒相比 不相上下 而台湾卫福部也跟上世界的脚步 核准万能胶的使用 万能胶壁盒素的治疗 一样是属于微创的方式 器械的组成除了万能胶之外 还有一个药剂注射器 看一根长导管 先在血管内放入导管 只有针孔的大小 然后再将注射导管 一直送到并便血管的根源处 定位完成之后 再一段一段慢慢的释放药剂 利用药剂黏着的特性 病病的血管和药剂作用之后 血管就会纤维化 然后慢慢的萎缩掉 因此达到治疗的效果 万能胶手术和微创热壁盒手术 不同的地方在于 因为万能胶没有雷射 或射瓶产生的热能 所以万能胶不用打麻醉药 所以也不会有热伤害 可以避免像是皮肤灼伤 或是神经损伤的风险 此外使用万能胶治疗之后 可以不用穿弹性袜 但万能胶也不是都没有缺点 因为万能胶是一种化学药剂 所以可能会产生过敏反应 皮肤比较会红肿发炎 目前对于万能胶的大型研究 都局限在大小不超过1.2公分的大眼睛脉 如果是更粗的血管 万能胶是不是一样有很好的效果呢 或者是用在比较粗的血管 需不需要更多的剂量呢 如果使用更多的剂量 那么过敏的几率会不会增加呢 这些都还是要继续研究的课题哦 万能胶闭合手术 让静脉趋张的治疗多了一个选择 目前的研究显示 短期的疗效和微创热壁合手术 不相上下 但我们还必须观察中期和长期的疾病复发率如何 而这必须要由时间来验证 此外 医疗费用也是个问题 目前万能胶的费用仍然偏高 如果疾病复发了 医疗成本相对也会变高哦 治疗疾病的重点 并不在于选用哪一种技术 更依赖的是医师对于疾病的判断 每个人本身的状况不同 静脉趋张的类型也都不会一样 但用一种技术是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一个新的技术出来 并不表示我们就要舍弃旧有的技术 而是要利用新的技术来补足目前医疗的不足 进而达到有品质 且合乎经济效益的医疗 这样才是正确的医疗观念哦 各位还喜欢今天的主题吗 如果有任何想了解的医学知识 欢迎留言给我 或是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 by bwd6